乾隆的真实容貌被意大利画师偷画下来 网友原来长这样 意大利人朗世宁是乾隆的首席画师 他待在中国多年 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 他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 朗世宁在宫里为乾隆和他的美丽妃子们 画了许多画像 这些画像大都采用了中国特有的写意风格 注重的是一个人的精气神 说的直白点 就是画像带有美颜功能 因为那都是画给皇帝看的 不过在郎世宁所有的画像当中 唯有一幅是他偷偷私自画下的 取名为乾隆皇帝半身东庄像 因为他与乾隆皇帝相处多年 对乾隆的相貌体态神情已然了如指掌 所以完全可以凭空画出这张画像 他采用了西方油画风格 最大限度的还原了乾隆的真实相貌 这幅乾隆皇帝半身东庄像 如今收藏在银川当代美术馆 这幅最真实的乾隆画像 常引来观众者的吐槽 好 感谢观看